丈夫亲戚到来借助,我每天忙家务,丈夫一句,我轰走他们。 他们。 结婚刚两个月,我家突然就变成了他家亲戚的宾馆。 因为房子目前只有我们两个人住,空住一间书房和一间卧,一开始是老公的舅舅说要过来住两天,我说住的话直接住宾馆吧,我出钱。 毕竟家里来人,对于我来说是很不方便的,我要准备床单被子,等他们走了还得再洗一遍,老公下班晚,我还要负责做饭。 结果老公的舅舅说,就算试试沙发,也要来家里住,没办法,就让他来家里住了三天。 这三天我真的是好吃好喝的伺候,他舅舅生活习惯跟我的不一样,有东西不扔垃圾桶,直接往地上一扔,导致我一天光扫地拖的就要好几遍,在卧室里吸烟,等我去收拾的时候,床头柜还有地下都是烟灰。 接住就是老公的各种表弟,因为来考试,找同学玩,来家里接住。 后来又是老公的妹妹,说现在暂时没找到工作,先在这里暂住一个月,等找到了工作就搬出去。 结果老公的妹妹每天躺在家里玩游戏吃零食,找朋友玩,每天我下班回来,还得给他和老公做饭,吃饭的时候,小姑子还挑剪,菜怎么这么咸啊,饭怎么这么硬啊,老公也在一旁随身附和,老婆,今天菜这么咸,你怎么做的? 我想,小姑子就住一个月,我就不跟她计较了。 没想到她住了一个月之后,不想去工作了,说想考研,准备在家里再住个大半年,老公根本就没跟我商量,直接就同意了。 平时如果我打扫卫生声音大,或者看电视笑起来,小姑子都会不满,能不能安静一点,我再看书。 我跟老公说,你连我跟老公说,你连我家里人都包容不了,怎么当我老婆,你想让我妹妹走,我也不在家里待了。 我说,好呀,你跟你妹妹一起回家吧。 当天下午,我就把小姑子的东西打包扔出去了,老公生气,也不回家。 我们现在不联系,处于冷战状态。